今年在旧金山一年一度的同性恋骄傲大游行上 不仅第一次出现了华人方阵 也是第一次迎来了从中国特地赶来的同性恋者的家长们 他们手挽手 昂手走在游行队伍里 不时跑向两边与友善的陌生人拥抱 自豪地大声喊出对同性恋孩子的爱 同性恋孩子我爱你 同性恋孩子我爱你 他们也并不是一路阳光走到现在 他们的故事曲折坎坷 充满泪与笑 当时就懵掉了 也不知道咋回事 完全没想到 几乎每一位听到自己的孩子心口坦白 我是同性恋这一世时的父母 反应都和夏丹宁一样 仿佛当头一棒 不知如何应对是好 62岁来自重庆的夏丹宁 现在回忆起2008年女儿跟她坦白的场景 依旧哭笑不得 开头还说得挺好 她说我是一个穷学生我也没钱 她说我把这封信送给你 她说我想没有什么比一个真实的孩子 对于妈妈来说没什么比这个更好的礼物了 她说挺高兴 一看着下面同性恋 老子一片空白 而去年刚得知儿子秘密的吴和平 讲起此情此景仍不尽哽咽 有一天下午她就出去到超市去买了很多菜回来 也买了酒 做足了准备的儿子趁着酒劲 在饭桌上哭着告诉了妈妈实情 当时她说这个同性恋的时候 我已经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了 我老子一片空白 我也不敢在她面前哭 我就把头这么低下 我不想让她看到我流眼泪 其实我的眼泪还是流下来了 中奖的时候怎么没有我们呀 这个同性恋怎么就落到我们家里了 我们家里的气氛 一个礼拜的气氛真的是很低沉 我们也不说话 也不知道怎么说 关键是也不知道怎么劝她 也不知道认为这是病吗 这是什么问题吗 什么都不知道 36岁的王辉来自湖北 她说自己在无比的压抑和痛苦下 于2006年第一次尝试跟父母坦白 她选择先告诉性格比较温和的母亲 而不是军人父亲 我说妈你你记不记得那个谁谁谁 我带到家里来 就是那过年 我还带到 因为有一个男朋友跑到我家过年去了 我说是我同学是吧 然后我还问你记不记得他 他说记得呀 那个男还是挺好的 还给他买礼物了 我说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好 他说我知道你们很好看 你们俩就是不一般 我说我们好到一种 就是说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好朋友 我们是那种就像男女朋友的好 他说怎么男的和男的会像男女朋友一样的好 是什么样都一种 然而来自农村的母亲对此完全没有概念 并没有听懂王辉是什么意思 只是叮嘱儿子不许乱来 之后强硬的父亲得知 也是暴怒斥责 谈话不欢而散 我就还是选择了妥协 因为我觉得我拗不过他们 也拗不过整个这个社会 在中国同性恋已经非罪化 非病化 1997年全国人大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废除了包含同性性行为在内的流氓罪 2001年自我和谐型同性恋 也不再被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学会化为病态 不过不违法不代表受到法律的支持 同性恋 双性恋和跨性别者 在婚姻 就业 养老等方面 并不拥有与异性恋者平等的权利 而社会对这类人群的解读也存在偏见 作为一个社会现象 我可以接受 但是这个事情一旦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我自己女儿的身上 我是接受不了的 作为父母 他们当时都痛心孩子的未来 我说今后怎么办 我说你怎么生活呀 你多可怜呀 对不对 我就猛的被子 真的是私心虐费地哭 吵吵大哭 威胁过后 吴和平在儿子的建议下 参加了成都的一个同性恋亲友分享会 一看的时候我说 哎呀 还有这么多人啊 这么多同性恋啊 这么多家长 这么多孩子啊 哎呀 当时吓了一大跳 通过不断地了解 以及与其他家长和同性恋者的交谈 吴和平和夏丹宁成为了接纳自己孩子的父母大军的一部分 接受孩子的家长啊 这样的家庭 就一个字 爱 家庭对于同性恋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吴和平的儿子于悦 在得到父母的支持后 倍感幸福 就是一个感觉吧 就是觉得因为在之前 父母不知道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会觉得 说得极端一点 就是说整个世界都抛弃我了 然后我还会担心父母不要我 但是等出柜以后 就是说即便全世界都不要我了 我就在乎有人 他还是愿意跟我在一起 走过这一段不平坎的路 实属不易 因此这些家长们决定伸出他们的援手 帮助更多的家庭 我们的故事我们讲了N多遍 我们都不想讲 但是对于刚刚知道 这些消息的新家长 他们是第一次 他们是第一次 他们没有听说过 甚至有的 他们甚至不知道有同性恋 他们以为他们那个生活的圈子里面 只有他孩子一个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们就感到很恐怖 很恐慌 他们错在哪里啊 大多数人都歧视他们 不接纳他们 所以他们才造成生理上的压抑 除了希望有同样情况 家庭的父母们能够用心倾听 努力接纳 家长们表示他们希望社会也可以普及 了解这样一种常识 我不希望大家多么高调 多么重视 我也不希望像有的孩子说的那样 自己多么可怜 需要人家就是来包容你 我觉得包容这个字 本身有点居高临下的意思 我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平常心 不管同性恋也好 异性恋也好 而作为同性恋者 于悦希望不管这个身份 最终有没有被家庭和社会接受 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 都还是要过好自己的一生 美国之音海伦任玉阳 旧金山采访报道 由伊林播报